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洛杉矶居民想结婚 要等到6月的新闻 自从洛杉矶县办公室3月16日关闭以后 一直没有颁发结婚证书 想要结婚的民众恐怕要等到6月份了 州长纽森上周签署行政命令 允许新人通过视频合法结婚 而洛杉正在开放系统 预计要到6月份才能正式启用 洛杉书记员桑切斯表示 我们知道民众渴望结婚 如今婚礼旺季即将来临 不少礼仪人员和教堂经营者对于延误感到沮丧 鲁宾逊是洛杉授权的公正人 负责主持婚姻 但是洛杉各地基督 天主和犹太教堂等等 全都已经暂停了婚礼仪式 不少新人迟迟等不到开放 许可证因此过期 他说 我正在试图弄清楚 未来这个行业该如何谋生 而城县和河滨县则建立电话结婚系统 最快在几天之内运行 城县书记员表示 目前他们允许新人在本田中心停车场公正结婚 但是电话结婚服务是考虑到那些因为疫情分隔两地 却又无法如期举行婚礼的新人 他表示 很多人因为健康因素需要通过结婚才能拿到配偶的医疗保险 或者因为签证过期的原因必须立刻成婚 才可以合法留在美国 婚礼服务公司发言人凯拉时认为 如果你还年轻 可以开车到其他县来完成你的终身大事 伦杜拉县和国王县仍然继续提供结婚服务 圣地雅各县仅对该县居民和军人提供证婚 没有计划开发线上的证婚系统 河滨县目前开放电话或者电子邮件登记电话结婚 至今为止已经有53对新人报名 放入等候名单中